在一段感情中 另外一半和自己亲人相处的如何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小S作为大S极端感情最直接的亲历者 经常会在节目中聊到 荷兰正龙 周一鸣 汪小飞 最近夜几个姐夫私下相处的情形 为四位姐夫的评价不尽相同 多少也能反映出四段感情的差别 最近夜虽然是2022年才和大S结婚 但算是小S出道之后的第一任姐夫 20年前 最近夜到台湾宣传新专辑和大S相识 进而发展成为恋人关系 但当时最近夜偶像包袱太重 不承认大S的身份 小S非常不高兴 在节目中评价最近夜 堂堂一个男子汉 有话不敢讲清楚 太俗辣 干脆连朋友都不要做了 大S和聚敬夜重逢并结婚之后 小S一改之前的态度经常高调示爱聚敬夜 称她是我最爱的姐夫 进去讲两个人还同台颁奖 但是感觉小S对这个姐夫的了解还不深 关于聚敬夜的发言都很官方和客套 而且有点帮大S找回面子的姿态 似乎在宣誓 离开汪小飞 我姐也能找到好男人 对于大S的第二任姐夫蓝正龙 小S明显真情实感很多 小S对蓝正龙的第一评价是帅 而且演技好 真看蓝正龙眼哭泣 自己也会落泪 小S和蓝正龙一开始关系一般 后来因为多爱喝酒 变成酒友之后 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好 小S还曾喝醉之后亲过蓝正龙 蓝正龙也会在大S睡觉之后 敲小S的房门 问她要不要一起喝酒 薛妈妈打完麻将回家 推开门看到的 就是蓝正龙小S 把酒言欢的场景 薛妈妈会抓狂大喊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小S后期和蓝正龙关系 好到把对方当哥哥 拍照的时候 她和大S会一人一边挽住蓝正龙的胳膊 小S还会在蓝正龙看电视的时候 故意走到她身边放屁 即便大S和蓝正龙分手之后 蓝正龙也上过很多次康熙来了 小S跟她关系 虽然没有以前热络 但是也很不错 小S的第三个姐夫周渔民 性格太腼腆 很少参加大S姐妹淘的聚会 小S对她的评价是 非常的难相处 但理解是因为宰宰害羞 大S和周渔民交往的时候 小S已经结婚搬出去住了 和周渔民的接触自然不算多 她对宰宰的印象就是 她爱听刘德华的歌 喜欢在家里放刘德华的演唱会 第四个也是相处时间最久的姐夫 是汪小飞 小S对汪小飞的评价 首先也觉得她很帅 在小S的帅哥排行榜里 汪小飞能排进前五名 小S还说汪小飞很贼 眼神会东飘西飘的 私下的相处里 小S和汪小飞的关系算不上和谐 经常会吵架或者是逗嘴 有一次是在大S 马上要生女儿的病房外 两个人为了谁进产房 陪着大S而吵得不可开交 小S说自己进去 是为了给大S支持和鼓励 汪小飞进去 就是为了看女儿的第一眼 你看她多自私 大S因为生女儿变胖之后 小S告诉姐姐不用减肥 夸大S气色好 汪小飞听到之后 说小S 就是你不跟你姐姐讲实话 当时你在害她 你每次都在骗她 然后汪小飞 小S两个人 又再度的抄起来 如果要给私人姐夫排序的话 蓝正龙 汪小飞 应该会排在前两名 小S和他们俩都是真情实感 相处过 仔仔周一鸣排第三 俱进叶恐怕要排最后了 毕竟语言背景都不同 不用说小S了 大S和俱进叶的相处 都要磨合好长一段时间 小S对俱进叶的真实评价 还要再等等看 接下来内容更精彩 小S俱进叶金曲奖同台 这家子算是把娱乐圈玩明白了 之前第三十三届金曲奖在台北举行 小S担任金曲奖主持人 是早就定下的事 因为俱进叶二次来台 金曲奖开始前就一直盛传 俱进叶也会参加金曲奖和小S同台 但是前几天 小S则表示还没收到这个消息 等于是否定了会和姐夫同台 而在小S和陶金莹主持的过程中 小S突然唱起《酷龙》的代表歌曲 俱进叶在小S的歌声中 从后台走出 真的登上了金曲奖的舞台 小S按照惯例一边调侃俱进叶 一边将手放在俱进叶的胸部位置 不改热辣作风 最近夜用中文和台下的观众打招呼 介绍自己是光头 然后指着小S说 这是我的小姨子 指着陶金莹说 这是我的偶像 指着观众即说 你们是我的朋友 我很高兴来到金曲奖 一连春发言中文很流利 发音也算得上是标准 这一幕看似即兴的同台 其实是早就安排好的 也就是说小S早就知道姐夫要来金曲奖 瞒着不说只是为了引来更大的爆点 不得不佩服大S小S两姐妹 这一家人算是把娱乐圈玩明白了 今晚金曲奖的风头 无一都被小S最近夜同台盖过了 大S本来和汪小菲离婚之后 事业发展不顺 但是经过两姐妹这两个月来 分着花的放料和各种动作 成功地将两个人的声势 推上新的巅峰 广告代言工作接踵而来 社退出娱乐圈的大S 也改口准备要付出工作了 一场最初大家并不看好的婚姻 却让姐妹俩的事业都回春了 虽然网友嘲讽这家人的新闻 像裹脚步一样又丑又长 但是千回百转 见走偏锋一样有人爱看 大小S在娱乐圈纵横二十多年 出道以来就以博出味博话题文明 大S极端恋情的细节 熟悉他们的观众都耳熟能详 今天这个新老公不是去今夜 换成另外一个人 他们同样有能力 让他成为热门的焦点 但是剧今夜明星的身份 还是有助于话题的放大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剧今夜比汪小飞适合大S 剧今夜非常适合用来炒话题 而且他和大S两个人都是双赢 剧今夜最近做夜店低机的价码都翻倍了 而大S当初和汪小飞在一起 关注度的增大对汪小飞来说反倒是个负担 一个生意人一直被公众视线关注 生意上有一点风吹草动 就被报道是被放大 汪小飞到现在都背这个投资什么都失败的名号 祝福大S剧今夜 也许他们真的是最适合彼此的那个人 接下来说 汪小飞深夜发文 庆祝事业成功 网友却劝他赶紧和张盈盈散了 7月4号深夜 汪小飞在微博上发文 庆祝自己的连锁店扩张成功 从汪小飞的表述来看 她的眼睛真的不小 在如今的疫情状况之下 竟然还敢大肆扩张连锁店 甚至从中国最西边到最东边都开了连锁店 之前不是还爆出汪小飞餐厅 开不下去要破产的消息吗 怎么眨眼睛又开了这么多家呢 看来这其中绝对是有人在故意撒谎 到底是谁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看汪小飞现在的状态 的确是挺不错的 至少不用整天为了婚姻那点破事 而跑来跑去了 对汪小飞的事业心 不少网友还是给予肯定的 甚至有人希望汪小飞的餐厅 赶紧开到自己的家乡 然后带着亲朋好友一起去吃饭 不过有意思的是 汪小飞的这条微博之下 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 却是让她赶紧和张盈盈分手的内容 有网友表示 张盈盈的面相不够旺夫 不适合汪小飞 希望汪小飞不要轻易地就坠入情网 还是好好地搞事业最重要 所以眼下最好呢 还是和张盈盈散了 虽然汪小飞一直以来都宣称 自己和张盈盈没有关系 可是各种蛛丝马迹都让人觉得 张盈盈和汪小飞关系不简单 伴侣从一个大明星换成一个爱慕虚荣的网红 汪小飞这波操作真的是太跌分了 更别说 网传的张盈盈一家人 都是靠着汪小飞鸡犬升天 甚至还有人传闻 张盈盈母亲上街开的豪车 都是汪小飞买的 我们不知道这些传闻的真假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张盈盈真的和汪小飞在一起 那么他们之间绝对不是单纯的爱情 说回汪小飞 自从离婚大喜降下帷幕之后 两个人都在各自前行 大S依旧为了捧老公而费尽心血 确尽业也很争气 现在的发展势头是越来越好 而汪小飞离开大S 似乎智商也提高了 看来离婚对于他们俩来说 不一定是件坏事 你觉得呢